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造成毁坏那么简单 它爆炸身上散发出的辐射可以影响周围的环境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会消散 而世界上有四个城市是受核辐射的影响非常严重的 大家把它们都叫做鬼城 可以想象是有多么的可怕 其中两个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和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城市 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曾经用来对自己制造出的核弹进行检验的地方 选的当然是没有什么人居住的地方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核弹爆炸过后炮火虽然没有伤害到 人们单单发出的核辐射 却在附近几百里地以内散开 由于辐射的影响周围的人们 很多都得了癌症 不得不搬出这个地方 一直过了这么多年 辐射却仍然没有散去 还有两个鬼城 一个是在乌克兰的北部 另一个就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日本 这两个就发生的完全没有征兆 一个是核电站爆炸 而引发的核辐射泄漏 而导致了十万人死亡 以及更多的人得了癌症 而日本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几年前的一场地震引起的 就是因为这场地震 曾经浮到这么一个热闹的地方 却变成了一个鬼城 而这些辐射不知道还要在时间上 存在多少年还要危害到多少人 希望世界上永远不要再出现这么可怕的武器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